来看,日期时间函数的外面这边有个万年例 万年例跟那个我们的这个日期时间还蛮接近的范例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打开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范例 这个格式化条这两边有一个 你切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个用函数来做 一个用VBA来做 那两种方法呢 各有什么差异 我们来看 第一个当然我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这边年可以向下下拉清单 月可以向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怎么做 旁边刚好有个范围 所以要不就把这个范围Ctrl-Shift向下 定义一个名称叫年好了 这个就叫年 定义名称的话 简单的方法 选完之后 直接在它的那个左上角这边 输入它的名称 记得按Enter 好 这个名称 这个范围就叫年 这个范围叫月 OK 那我们当然就是 会先有个 名称之后 再到这边做什么 还记得吧 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我的习惯是先给一个名称 再到资料的资料验证 做什么 选这个 把它变成清单 那清单的来源呢 F3 来自于年 按确定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年就出来了 那以后的话 这边就有个年 这个的话是月 所以在资料验证里面 一样哦 特别重要 清单 按一个F3 找到月 好 我们清单就出来了 OK 所以以后要做清单 你就是先有范围 那我是建议这个范围 当然你也可以用 刚刚资料验证这个年 你也可以不要用那个F3 你可以用选的 不过 用选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呢 如果你跨工作表 这个资料验证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还是习惯 先建一个名称 对不对 按F3 然后去存取那个范围 而且名称也比较好记 你一看 来源是年 最后这两个 范围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隐藏起来 也许可以把它夺起来 就当成没看到 反正就是在后面就对了 好 当然或者是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放这年跟月了 好 那我们有一个年了 比如说我希望知道呢 请你帮我产生2016年 比如说2016年的 我们这个月份 11月的年曆 不是 跟这样 月曆 刚刚是年曆 请你 如果我说 我今天输入这两个年跟月 那你要帮我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月曆 而且是精确的哦 不能说自己手动 假设你不能说我点这边一下 那个11月 那1的话在这边 所以就开始1 然后拉过来 1到5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6 然后再来就6到12 然后这样一直拉 当然不是哦 要做一个 如果你换下一个月怎么办 再重新再做一遍吗 OK 所以我是希望 它可以全自动的 也就是上面改 下面自动跑出 完全正确的 所谓的万年曆 就即便你是哪一个年 哪一个月 我就会帮你跑出 完全正确的哦 那这里面该怎么做 其实哦 就是要配合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在做这个之前哦 可能你需要先做一件事 帮我产生一个表格 1到 应该是吧 1到126 7 42嘛 所以1到42 OK 那你想说1到42 那怎么产生呢 下一个 8 是不是 然后 当然不是哦 你不能说再打一个8 然后按Ctrl键 然后再来打多少 8 15 是不是哦 不是哦 不是这样做 我是希望呢 一样 输入的公式 向右向下 一次完成哦 OK 我们现在讲的 不是用土法链钢的哦 我们是要 一次公式完成 这里会牵涉到 两个 如果说你要一次完成的话 会牵涉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 叫做蓝的 函数 一个叫列的函数 那蓝的函数的话 首先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这边可能要延伸呢 叫做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叫Column Column就是蓝 Row的话呢 底下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列 就是Column 那我们可以例 假设啦 我希望请你利用这两个函数 帮我产生 1到42的表格哦 OK 那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Column 是决定它的编号 那它的编号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它会抓到1 意思就是它现在在第一栏 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呢 它会变1到7 为什么 因为第一栏 第二栏 它会回来是一个数字啦 那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它还是1到7 可是呢 我们有编号了 但是呢 后面的东西 变成1到7 可是下面的话呢 等于是这个数字要怎样 加上上面这一列的 再加多少 再加7嘛 意思就是再加7的一倍 对不对 下面这个是加什么 7的两倍 7的三倍 那它跟列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列 不加7的倍数 第二列 等于向下一列 增加1倍 2倍 3倍 所以跟列的关系 就是7的倍数 OK 所以 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套个公式 什么公式 就是在这个地方 后面加上倍数 这个倍数由谁决定 由列来决定 所以你打一个弱好了 这个弱还很短 这样 记得加一个小瓜糊 它就会抓到什么呢 你现在在第几列 OK 那现在在第几列 第三列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三列 那因为我现在这一列 不要加7的倍数 所以我先把它减掉 减掉3 那记得先减 先减掉之后呢 3减3嘛 那就0 对不对 那后面记得乘上7 就是7的倍数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下一列 第四列的话 4减掉3 乘上7 就是7的一倍 那如果5 那5 5列的话呢 5减掉3 2 刚好7的两倍 有没有 后面的话就是加上7的倍数 前面就是它的编号 反正都1到7 后面加几倍的意思 有没有 那做完哦 答案就出来 其实答案就这样子 应该很简单吧 可是它的效用大不大 我们来看一下 打勾 向右 向右 向下 有没有 1到42 就出来了 人家这个可以做到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这个功能 未来可能会跟像什么 index index 这个函数 也是检视与参照里面 或者像常常跟v6函数 有时候会搭配 或者跟那个 其他 反正就是要查资料的函数 会对应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知道 某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你才有办法去把 那个位置的资料抓回来 那怎么样去自动判断 它的位置 其实大部分都会用 Covid跟Row去判断 所以Covid跟Row 其实用到的机会 还蛮大的 如果你会用的话 很多事情 向右向下 一次就全部完成 不过概念要清楚 好 那我们第一部 已经产生1到42的 表格 对不对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实际 因为你这个位置不对 所以我需要什么 判断几个问题 包含 第一个 礼拜 我们的 每个月的第一天 应该是礼拜几 对不对 礼拜几 你要变成调整到 它的位置 比如说 我们12月1号 它应该是在礼拜几 它应该在礼拜四 所以我应该帮我 移到礼拜四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用weekday 去判断 判断它礼拜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这个月 12月 应该是几天 那如果是 比如说31天的话 那31以后的数字呢 就让我不要出现了 这样的话 不就可以创出 我要的这个 这个万年力 那所以后面会有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说 我要先知道 这个月是哪一天 这个月是哪一天呢 我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用那个日期与时间里面的 什么 date函数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 date函数 去知道2016的哪一个月份 date的话就1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 等于是这个月的第一天 那为什么要知道 这个月第一天呢 其实我大概就要知道 两个资料 包含就是说 这个月 这个月到底有几天 其实本月结束日 主要是要知道 这个月份有几天 那有几天的话 我这个万年力 后面的天数 就会要把它删掉 或者让它不要显示出来 那第一天的位置呢 实际上就是 要知道它礼拜几 那我要把它1号移到礼拜几的位置 利用这几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达到万年力的效果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的重点 一 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 我刚刚隐藏的这个 取消隐藏 就是把那个年跟月 建一个名称 再利用什么 资料验证 第二个呢 做出这个 Column跟Raw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就是知道几个讯息 最重要的讯息就是 这个月有几天 这个月的第一天 是星期几 所以我把它移到星期几的位置 那这样子这个 再把不需要的资料 把它怎么样 删除掉 那这个万年力 其实就产生了 这个部分的话 是用那个函数的方法来完成 万年力 如果今天只能 开个头 那时间的关系 这个万年力呢 回去 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我们下个礼拜 再把这个万年力 把它讲完 那 基本上可以知道 刚刚那几个答案 所以回去有时间 可以先自己想想看 试试看 然后 再来还有用VBA的方法 可以快速完成这个范例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就先 最后讲到这个万年力的范例 下个礼拜再来从这边开始 那日期时间函数 讲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第四个单元 第四个单元 我们基本上是讲那个 这个数学函数 跟数学或者跟统计有关的函数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 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单元